彩色连环画精品 桃花扇 任帅英座 秦淮名记李湘君 色意双绝 她跟随著名戏曲家苏昆生学系 屈悟人生 对时太多有见识 是一位有志气的女子 当时 多有正义知识组成附设与烟党斗争 他们发表告示 揭露被革职贤助南京的阮大成 和全奸魏忠贤的罪恶史 以及陷害东林党人的罪行 一天 南京市民到孔庙祭拜孔子 阮大成为笼络国子剑的秀采橘子 也来祭孔 正与附设的领袖陈定生等人相遇 阮大成被痛揍一顿 阮大成被辱后 耿耿于心 想出钱收买附设文人侯朝宗 促成他与李湘君的婚事 以达到分裂附设的目的 于是找来侯的朋友杨龙友 请他出面促成此事 在阮龙友的说和下 侯朝宗与李湘君中成眷属 洞房花竹之夜 侯朝宗赠送李湘君一把白灵扇 并提示一手 作为定情之物 阮龙友前来贺喜 并送上后礼 湘君追问来源 阮表明前是阮大成出的 并望侯公子在附设同人面前举荐阮大成 乡君听罢 十分气愤 当场退回阮大成的彩礼 李自成起义军打入北京 崇祯帝在梅山吊死 阮大成 马世英等人在南京拥立福王称帝 阮大成任兵部尚书 马世英任南明小朝廷大学士 福王在南京称帝后 阮大成一伙首先把正直的使可法排挤到扬州 然后疯狂迫害东林党人和附设文友 侯朝宗被迫离去 与李湘君道别 投奔扬州使可法 阮大成为了报复 怂恿马世英买下李湘君 送给淮阳巡抚做小妾 差役前来迎娶 湘君誓不改嫁 以死相争 一头撞到门柱上 血染白灵扇 杨龙有看到血见白灵扇 即兴以血为花 加上枝叶 化成了一把折织桃花扇 李湘君托师父苏昆生北上 把桃花扇烧给侯公子 表明心智 清兵入关 打败了李自成 并在北京定都 南明小朝廷在阮大成一伙奸臣的把持下 仍然醉生梦死 歌舞生平 马世英 阮大成等在楼上赏血淫湿 要礼湘君陪酒助兴 湘君健壮 义愤填英 痛斥阮大成等奸臣祸国殃民 排斥忠良的罪行 清军南下 围攻扬州 阮大成按兵不动 使可法孤军奋战 最终殉难 清军打到南京 君臣狼狈而逃 南京城里的老百姓对阮大成等奸臣十分痛恨 一把火烧了阮府 南京失陷 李湘君逃到城外西辖山保珍安避难 他托人到处打听侯公子的下落 仍然杳无音讯 一晃七年过去了 其间 听说侯朝宗参加了清朝的相识 李湘君不信 一天 侯公子突然来到保珍安 湘君见了 悲喜交加 侯朝宗拿出桃花扇 诉说对湘君的思念之情 湘君得知侯朝宗做了清朝的复共 十分生气 他一把夺过桃花扇 将其撕碎 并把侯朝宗赶出保珍安 李湘君万念俱灰 削发维尼 顿入空门